最近有两个科研单位 做了专门的研究 一个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 实验动物研究所 另外一个是中山大学的 病毒研究所 这两个单位都专门 对这样一个毒株 进行了一个实验 那么他们是拿这个 我们中国的灭活疫苗 免疫之后 免疫猴子 还有这个给人体接种以后 产生的这个抗体 来做这个病毒的综合实验 那么他们比较了 我们早期的病毒 在国内早期的病毒 1月份的 2月份的 3月份的 4月份的 5月份的 6月份的 国内出现的病毒 以及和这一次的英国 这个突变株进行了一个对比 那么发现我们这个 疫苗免疫猴子和免疫人体 产生的这个抗体 还能够同样的综合病毒 不管是境内早期的 还是这个英国的 这样一个突变病毒 它都能够同样的 进行这个综合 那么他们的论文 已经这个头像杂志 正在等待发表 那么这个结果应该是 鉴定了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们的疫苗 对这样一个突变株 具有同样的这个综合能力 所以目前 至少目前看来 这个病毒的突变 不影响疫苗的保护力 这一点非常明确 但是我们要高度关注这个问题 所以一个方面 我们还是要继续的 密切地监测 病毒的变异情况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也要做好 应对万一这个突变 累积到一定的程度 我们的影响到 我们的疫苗的保护力 万一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们也要 做一些提前的准备 特别说积累 这个技术 包括这种 广普性的新冠疫苗 或者说变异后的新冠疫苗 怎么做的问题 我们要提前做好这种准备 万一出现了 我们还能够有有效应对的 疫苗来对付这个病毒